川普推薪关税大击中共欧盟配合祭出两大动作,9月17日川普宣布下周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8日欧盟公布应对中共贸易不公的是贸组织改革方案,中国欧盟商会也公布年度报告痛批在中国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此前美欧已达成贸易和解宣布共同对付中共。 广告据法广报导9月1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世贸组织改革方案,旨在保障公平竞争应对类似中共不遵守规则引发的贸易纠纷,以此劝阻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报导趁欧盟改革方案涉及制定新规则,加强监督,作用推动解决争端机制改革等。 改革方案还推出了约束制裁国家,为扶植本国特定产业进行补贴的制度。 该措施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意味明显7月底美国和欧盟达成和解协议,宣布达成贸易和解共同应对中共和解协议,包括美欧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以纠正中共贸易不公行为。 另据法新社报导,也是在9月18日,中国欧盟商会公布长达394页的报告详述了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报告,代表了1600间欧洲在华公司的意见报告中指,该商会询问这些欧洲公司国际企业能否在中国公平竞争,得到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报告指出,欧盟企业在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中共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的优惠待遇,市场准入壁垒和政府官僚主义,还有侵犯知识产权保护及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 20%的欧盟在华企业指控被迫向中方转移技术,报告还指出虽然中共推出一带一路但这些经济战略只向中国企业开放,此外商会调查还显示超过一半。 欧盟在华企业认为,严格管制的中国互联网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法新社指该报告公布的时机,是川普总统宣布2000亿关税措施,中美贸易战急剧升温之际,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化解与欧盟的贸易摩擦。 中共日益担心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联手抗共。 据中国欧盟商会官网介绍,该商会属于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是1600家,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主旨是推进中国市场开放和监管改革商会通过成立。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影响中欧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得到欧盟委员会和中共政府的一致认可。 据公开资料该商会2015年发布的建议书,肯定了中共政府的改革进展,并希望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 当时商会主席伍德克还表示,中国为欧洲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时隔三年该商会态度出现明显转向,应该与贸易战新局面。 有关这显示应对中共贸易不公,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7月中旬在世界贸易组之WTO第七次审议中共贸易政策的会议上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一致批评中共不遵守世贸规则危害他国经济,要求重新审视其成员国地位。 9月中旬在世界贸易中文字幕内容